好学自然是一种好的习惯 但孔子认为 好学不能仅仅是为了让自己见多识广 还应该有其他的目的 各位朋友 我们在接着谈论语的学而编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的内容是什么呢 这段话很特别 是要提到好学的两字 白话怎么说呢 孔子说 一个君子饮食不求满足 居住不求安事 办事勤快而说话谨慎 主动向自行高尚的人 请求教导指证 这样可以称得上是好学的人 说到好学 在论语里面总共有三次提到具体的人 第一个就是孔子自己 我对孔子非常配服 是因为他当老师 学而不厌惠人不倦 第一句话学而不厌 第二句话惠人不见 我们教书人都知道 一学习就很容易厌烦 一教人就很容易倦怠 没那个耐心 所以孔子作为一位伟大的老师 他能够学而不厌 他能够好学 的确是有资格 如意里面呢 第二个好学的人是谁呢 是孔子的学生演员 有一次鲁国的国君鲁埃公问孔子说 你这么多学生有哪一个好学的 或是有哪些人好学的 这个时候孔子本来可以列出一大堆名单 他有三千弟子 精通六欲者七十二人 他可以好好推荐 让国君去重用他的学生嘛 那孔子非常实在 他说只有一个学生好学 就是演员 但是很不幸 他活得不久 所以孔子说这个话的时候呢 已经过了七十一岁 因为孔子七十一岁的时候演员过世 他只活了到七十三岁 所以他年纪很大的时候回答鲁埃公的话 只有一个演员好学 不幸短面时宜 他讲好学的演员 他用什么话来说呢 他用不迁怒不二过 就是我们以前提过 学习跟德行配合 以演员做代表 还有第三个人好学呢 孔子提到的是谁呢 是一位大夫 叫做孔文子这个人 他说他是 敏而好学不此下问 非常聪明 毕竟好学 他不宜向别人请教 身份低的人向他请教 不以这个为可耻 就是我有不懂 我就请教别人 不管别人年纪多大 或多小 不管别人身份高或低 我不此下问 代表我非常希望学习 所以在文艺里面 讲到好学不容易啊 但如果说你想得到标准答案 那就是这一章 这一章有什么特色呢 第一个 食无求饱 居无求安 吃饭啊 有饭吃就好了 不要说非要吃得很满足 吃得很饱 住有地方住就好了 不要说我住的地方 一定要很舒服 代表你要降低物质欲望 因为人的时间有限 你多追求物质欲望 自然少了很多时间嘛 老是忙于去满足 各种外在的要求 你哪里有时间去耗学呢 第二个 还是言行方面 敏于事而胜于言 做事要眼明手快 叫做敏捷 说话要尽量谨慎 其实光是言跟行两方面啊 一般人就做不到了 平常我们做事啊 慢吞吞 说话呢 比什么都快 先说 唯妙 说出来又不见得做得到 孔子就有这样的学生 我们将来会看到 他特别提醒他 你话说得很好 但是你不要那么急 你要先做到你再说 我们往往就有类似的缺点 所以你在说话 要尽量谨慎 做事要尽量勤快 这是第二步 这跟好学也有关系啊 因为这样才能够证明 你在培养德行 不断在成长 第三个呢 还要就有道而正言 有道就是在社会上的 那种自行高尚的人 称作有道 今天还说有道之事啊 所以你怎么知道 一个人有道呢 就是社会上有许多共识嘛 对某些人呢 他有公平公众的评论意见 那这种社会上都认为 这个人是有道之事 他一定是有他的特定的表现 值得肯定的 那你要向他请教 请求教证 让他来指导我改善自己 一个年轻人呢 能做到这三点 孔子认为你就算好学了 一方面减轻物质欲望 降低他 同时呢 自己说话做事 能够差到好处 然后呢 再向那些有道者 去请求指导 这三个合起来呢 就显示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呢 他的心思啊 就放在一种成长上 耳朵听到嘴巴说说 口耳之间不过四寸 那样的学习 不能算真正的好学 不要看到别人不好的地方 就嘲笑 就批评 他应该怎么样呢 自己反省 所以我们好学的目的 是要改善自己 让自己身体去容量 所以孔子有个学生 叫做子路 子路这个学生啊 就很可爱了 在文语里面怎么说他呢 他说 子路有文 为之能行 唯恐有文 这十二个字 说子路这个学生啊 他只要听到老师 说什么事情应该做 他如果还没有做到的话呢 就很怕老师 又谈到各种新的道理 因为你做到之后呢 你才愿意说 好 我愿意再继续听 否则老师把道理 统统讲出来 我做不到 那我学了半天 只是口耳之间而已嘛 耳朵听到嘴巴说说 口耳之间不过四寸 那样的学习 不能算真正的好学 所以儒家里面 讲好学的时候呢 是非常谨慎的 有他的一定的要求标准 所以孔子才会说 我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跟我一样中性 但只有我 特别好学 他的学生那么多 只有言约一个人好学 从这边就知道 在儒家来说的话 他虽然是讲理性主义 就是说人有理性 一定要发挥理性的能力 才能改善人的生命品质 但是你在这一方面 如果说你不能了解好学 不能做到好学的话呢 这些都要打折扣 比如我们讲人性向善 你光想向善没有用啊 你还要能够去实践 能够去做到 你所谓的善 做到这个善的话呢 也就是折扇固执 才能够体会到 人性怎么样从 潜能去实现 从年轻的时候呢 成长 随着生命的成长 在德行方面呢 也慢慢去圆满 这样才是一个 真正好学的表现 所以我自己学习的时候呢 看到优廉就要想跟他一样 叫做见贤思奇 看到不贤的话呢 就要内自行 不要看到别人不好的地方 就嘲笑 就批评 而应该怎么样呢 自己反省 要看看自己呢 有没有跟他一样的毛病 通常我们容易看到别人的毛病 在耶稣 说过一句话 他说 不要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小草 而忽略自己眼中的大梁 就是我们自己的毛病呢 因为自己太过于主观 看不清楚 那看到别人有毛病的时候 就念念不忘 总觉得说 这个你看 这么清楚 有个问题 我们却无法了解自己 当局者迷啊 所以我们在谈到儒家的好学啊 他里面含义非常丰富 他可以盖瓜成为我们做人处事的原则 也就是要自我要求 好学呢 不是为了显示给别人看的 是为了让自己长进的 所以我们好学的目的是要改善自己 让自己生命去完美 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儿 谢谢各位 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 人都应该保持积极的心态 在孔子看来 我们如何才能从消极到积极 不断精益求精 达到最好呢 请看下一讲 切磋琢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